台中市西屯区台安国小内 大家保持防疫距离 大牌长龙药裁剪 因为这条传染链 原本是10人 现在在增加5名确诊个案 都是国小学童跟导师 疫情不断扩大 昨天小朋友我做快栽 今天呢 今天是做PCR 台中市府升级防疫 学生跟家长总共200多人 原本都快栽了 现在又紧急扣回来 做PCR核酸栽剪 他今天又有一些新的确诊 今天光是这11例当中 泰安幼儿园 都有5个确诊 有5个确诊 11个当中有5个 而原本泰安国小在25号 已经快栽400多名师生 当天确认有14名 呈现阳性 再进一步核酸检验 有5名确诊 确诊率高市府不敢大意 再成立指挥前进所 进一步检验 除了泰安国小外 台中美乐地夜唱团 再增加一起确诊个案 目前累计有18人 新真的案6100 是一名台中科大女学生 我们之前知道 朝阳有一个包厢 中医大有一个包厢 现在中科大女学生呢 有在美乐地同一个时间 有第三个包厢 证明确诊中科大女大生 与前几日 中国医大朝阳科大 确诊个案是不同包厢 是被召回来筛检后确诊 市府表示目前已经初步 筛检同一包厢 同行的五人 有四人呈现阴性 一人裁剪中 台中市府除了再加强疫调 脚步也要开发捣乱疫调的人 市长指出 进行美乐地KTV疫调师 发现有13人乱写实名制 导致疫调更难 现在已经掌握这些人的身份 要进行重罚 TPBS新闻情局 较反应台中采访报道 防疫期间民众几乎都选择待在家里 但是菜煮完了 又想到菜市场买菜 但又不想人挤人 应该要怎么办 经济部有推出一个APP 只要在家用手点一点 吃些蔬果就可以帮你送到家 在网路上搜寻买菜网平台 北中南一共27间菜市场有合作 在网站上点选想逛的菜市场 就会跳到LINE的页面 接着搜寻店家名称 输入想买的物品跟联络资讯后 隔天专人就会帮忙外送道府 目前不考虑啦 是说如果真的大家都做的时候 就只好大家就跟着做啦 普遍到菜市场的族群 以婆婆妈妈占多数 几乎不太会使用 也不习惯在网路上 购买生鲜蔬果 我觉得应该是 制造人不够多 对他的广告不够大 消费者制造的不多 对 目前来讲这个平台 对你来讲效益 不大 没有效益 没有效益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 实际道友跟平台合作的 台中第二市场询问店家 摊贩多半都没有接过平台的订单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市场 都有外送服务 网站上也都没有表示清楚 不过也有坛商认为疫情如果持续升温 买菜网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 海中北屯区这间药局为了防疫在门口贴上 禁止民众进入的公告 改成在门口得来宿 我们为了安全防护 我们会做 就是不让患者能够进去 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再去买一个防护罩 隔离起来 药局在这一段时间也提供电话看诊 如果患者距离药局只需10到15分钟路程 他们也提供外送服务 保证大家减少接触感染风险 继续边的新闻将军的成局经理 餐饮台中场报道